大家好,1月16号礼拜天啊,现在晚上了,20点35分了 这又有一个粉丝啊,给我发来了一个微博啊 这是发生在天津的一个人伦惨剧啊 前几天西安啊,有孕妇啊,因为防控啊,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防疫这么一个可笑的理由 然后这么僵化,没人味啊,孕妇在医院门口就流产了 还有西安的一个女孩吧,她的父亲,那个心脏病,各个医院不收 然后就死了,对吧,就耽误了 现在天津也有类似的事出来了啊 这有一个女孩 她的微博名字好像叫红豆豆云朵 红豆豆云朵 十个小时前她发的 她说那个天津75岁的大爷 啊,75岁了啊,老头 因未能做核酸检测 跳楼身亡 今天我没有了父亲 应该是昨天,她说是昨天 这个2022年1月15号 我的父亲肺癌晚期 呃,在天津 滨海新区 月荣轩居住 月亮的月,光荣的荣 那个一个车,一个干 那个轩啊 滨海新区 月荣轩居住 由于她身体虚弱 在这次核酸检测中 申请入户检测 她因为肺癌晚期嘛 往楼下走 实在是体力不支啊 在大家都已经做了四次检测之后 并没有人来给她做核酸 核酸,我们这儿 我在西班牙 这有疫情 对吧 19年底吧 19年底就算 那个很多人还不知道 有这个 有这个这个COVID-19 是吧 2020,2021 这两个整年 加上今年 是吧 这都三四年了 对吧 年头都两个整年了 跨三 跨四个年头了 我们这没人找我呀 你随便 对不对 当然在我们这 比如说因为我不工作 是吧 如果你工作 可能需要打疫苗啊 什么的 但是这种核酸检测 也很少有人做 是吧 没有这种硬性的管 就非常的一种放松 这种状态 自由的状态啊 这个 由于生病 他很焦虑 中国就是老吓唬你 老百姓觉得这心窄 是吧 一直念叨 说为什么没人给我做 10号晚上 他病情严重 腹部骨胀 尿不出尿来 哎哟 真痛苦 去的泰达医院 泰达天津的啊 插了尿管 因为没有做核酸检测 当时他的健康码 已经变了 橙色 感谢泰达医院 几番周折后 并没有拒绝给我父亲看病 但 橙色的健康码 成了他的心病 也是岁数大了 75了 再加上得病 所以他 就 越来越心窄啊 越想越窄 15号当天 我妈给我和我姐姐 可能这家是俩姑娘 姐俩啊 这个打电话 说 爸爸特别不好受 想去肿瘤医院住院 现在住院必须要核酸检测 和绿色的健康码 我和姐姐 在微信群里 安抚爸爸说 你别着急 我们带你去医院 做核酸 可能因为这个疫情 各个小区封控 可能这几儿俩 是不是也不太方便 来看望他父亲 带他父亲去看病呢 是吧 他说在微信群里边 当然可能他们也都大了 也都成家立业了 也都嫁人了 是吧 也有自己的住处了 再加上可能各个小区 也不让随便的进入 有可能啊 这个我爸爸啊 这个在微信群里 安抚他 安抚他说 没问题啊 就是你别着急 我们带你去医院 做核酸 我爸爸在群里 可能就他们家 那个小群里啊 就那几个人 发了四条消息 都是为什么不给我做核酸 都跟领导们说 说都测了 哦 就是领导们对外宣传 比如说这个天津的什么 这个这个宣传部 或者什么这个卫健委啊 说我们都做了 该做的都做了 所有的老百姓 百分之百都做核酸了 实际上有人 你看有的人是抗拒 他不想做 你看我昨天或者前天做的节目 是吧 陕西 你不想做核酸 把好几个人男男女女的抓走了 这边是上赶着 非要做 不给人做 人家岁数大了 又有病 是吧 肺癌晚期 不到人家里来 人家申请 说来我家里 给我做一下 行不行 看来这不都走行是吗 是为了敛财 还是为了表演 还是为了什么 反正没有把老百姓当回事 是吧 都跟领导们说 都做了 但就是 这就是不拿老百姓当回事 拿老百姓 从来也没拿老百姓当过回事 对吧 从来也没有 然后他就自己离开了家 离开家了 可能不知道他老伴没看住 还是老伴没在家 咱就不知道了 两个小时后 我们从物业查监控 才知道 他从33楼的楼顶 可能他们的楼就有这么高 你看中国有好多高层建筑 是吧 我在我的节目里 也说好几次了 中国的高层建筑 是高层建筑 是重大的隐患 真的 楼顶跳了下来 掉在了三楼的雨台上 可能有一个平台 叫雨台 我们一家人都没敢看遗体 你这遗体没法看了 33楼 然后摔下来 跳下来 到三楼 那绝对都四分五裂了 都已经就 是吧 都摔的就断裂状态 就没法说了 肯定那遗体都不是一块了 这只能让殡仪馆 是吧 这火葬场来解决这问题了 我知道他很难受 这就是身体的痛苦啊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当然知道 他不敢说啊 官僚主义嘛 对吧 这个这个叫什么呀 草菅人命啊 他的最后一言是 这是什么社区 这是什么居委会啊 别人都做四次核酸了 一次都不给我做 这是不拿老百姓当回事 我要用生命捍卫人民的权利 你拿生命 你死了 捍卫 这不成立啊 你只是自己死了 当然这老头 一个是岁数大了 75 一个是肺癌晚期 也可以理解啊 当然天津的这个这个肺癌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因为天津跟北京差不多 污染特严重 天津我是去过很多次 天津的郊区有大量的化工厂 这个空气很差的 前些年这个危险品仓库 好像就是滨海新区 大爆炸不就天津吗 对不对 啊 然后要法办那些欺上瞒下混进党内的干部 你法办他没用 啊 你能法办谁 你也就自己死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发言会被谁看见 之前在一个天津的大V下面回复 半个小时就被删掉了 他不知道这大V是谁 啊 有可能他很冷漠 很冷酷 也可能他也是 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是吧 现在这个年代能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 人人自危啊 政治上的高压 对吧 人们都金若寒蝉 战战兢兢 不敢多说话 我真心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 所有人都在歌颂 就是歌功颂德嘛 啊 这个女的叫红豆的云朵的 他也不满意 他对歌功颂德政治上的高度单一 当然也不满意 是吧 我今天没有爸爸了 然后他爱他了新浪天津呀 什么烧伤超人阿宝啊 奏奈天津呀 奏奈天津就是就爱天津啊 奏奈天津 还有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的 还有澎湃新闻 央视财经 中央电视台 这都是猴舌 这都是猴舌 这都是耳目猴舌 你用唐诗增的话 我是耳目猴舌 人家新华社 央视 谁是替你说话的呀 还有三联生活周刊 前一段去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女记者 一个一个女孩 三联生活周刊的 那还是呃 因为什么来着 因为呃 因为阅兵吧 不是去年吧 是去年吗 我都忘了 好像是因为阅兵 呃呃 可能是前年的事了 我现在不记得了 是这个这个所谓的建国70周年吗 2019年吗 还是因为什么事 好像天安门阅兵 天安门阅兵 那个 呃 反正是阅兵啊 有可能去年或者前年 就那个女孩 然后他说那个表情 说那个那个 那些小女孩的表情 像是献祭 还是什么 反正 说是千人一面呀 还是说僵硬啊 还是一种宏大的 法西斯美学呀 反正大概的意思 好像已经 反正警察没抓你 反正也给你单位啊 也好 给你个人施加巨大的压力了 好像那女孩 我要没记错 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 还有新浪新闻 还有什么凤凰网 什么人民日报 人民网 这些人谁管你啊 是吧 凤凰网 那是第二中央电视台 那是 驻香港记者 而不是 驻香港媒体 而不是香港媒体 对吧 这种人伦惨剧 肯定还会继续的发生 不断的发生 天天在发生 真的 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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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